我们特别提到 在今天这件事情爆发之后 那国民党的立委赖世宝也说 他力挺韩国瑜 也认为韩国瑜没有加入这个群组是对的 他说议事本来就该中立 韩国瑜上任以来的表现是可圈可点 没有听过篮尾私下抱怨韩国瑜 好那私上我觉得韩江 韩国瑜和江启臣都谨守奋计 也就是在中立的这条线 因为像江启臣会固定上我的直播节目 新闻千里嘛 可是他其实当上副院长之后 他直到上上个礼拜才上节目 而且他说这之前他都没有接受过媒体专访 而且他也特别强调就是 他没有办法触及太多的 有一些牵扯到这个政党之间的一些议题 因为他说他要保持中立 所以他只能讲国际政治 这有两岸的问题 所以这部分我请教雨萱 那么这一次韩国瑜有没有问题 要不要修正调整 那我问一下 这个群组里面 人之都是立委嘛 对 好像也有党团的助理 对嘛 所以要嘛就是立委自己有内建 那我不知道要讲什么 你不是国民党立委吗 你国民党立委自己把国民党的消息放出来 打自己的国民党 这是什么意思 如果说是助理 助理那可能跟柯建民有关 有安装这另当别论嘛 这是第一件事情啊 就是说如果说连如果只有立委 连里面都会有内建 那问题就不在韩国瑜了 你国民党麻烦大了 好不容易拿到了52加2 然后连团结都做不到 那该说什么 再第二件事情红山汉 红山汉给我闭嘴啦 那时候花莲发生地震的时候 你知道红山汉还在干嘛吗 干嘛 所以说你看台湾的电信多韧性 那个绿电多好好棒棒 他在拿来各公送的 死了十几个人你还在各公送的 你还好意思有点讲 连出席这件事情都做不到 当一个巨婴当一个妈宝 到现在死不认错 惹了麻烦拍拍屁股 就躲起来 仗着自己老大卓龙泰 现在在那边耀武扬威 这种获色 我叫他立委我都叫不下去 这种获色的人 然后现在好出来蹭 你先管好你自己好不好 早上多买几个闹钟设闹钟 先不要迟到把这件事情搞好 不要像个巨婴一样 哭哭啼啼要一字处叫你 自己的个人行为 我都不要求你当好一个立委了 当好一个成年人 不要当个婴儿 先等你把这件事情解决完之后 再来跟大家讨论时事好不好 关你屁事啊 红山你凭什么资格讲话 你现在在民进党的支持者也好 各位你知道最好笑是什么吗 我在直播的时候也有民进党支持者来看 肯定会 连民进党支持者看这种家伙都看不下去 没有人要挺你 没有半个人要挺你 他们支持者也在骂他 连绿营支持者都没有人要挺你 所以我跟你讲你不用去讨论别的内讧啦 你先去跟你自己的支持者交代啦 不知道你有没有支持者 笑死人 再来第三件事情我请问一下 韩国民民调多少啊 超过五成吧 五成二 二十几岁的支持多少 五成八 请问国民党支持度多少 不是三成多吗 不是掉车位吗 有到三成吗 对所以有三成吗 我也不知道 反正掉车位吗 所以输是输非 网友都有意见都很清楚嘛 为什么百分之六十几人觉得韩国瑜做得对 因为今天到底国民党的立委在立法院表现好或不好 韩国瑜讲白了他只是一个中立的角色 他就是坐在台上 所以你的意思说要韩国瑜帮忙干拐子 帮忙站住 帮忙弄小动作 这不合理吧 今天他是一个院长的高度 对不对 但你今天难道你国民党的意思是说 没有韩国瑜 我的咨询表现就不会好 没有韩国瑜我就没办法问出我话 是这样吗 不会吧 我看有些立委表现也是不错啊 原资表现也不错啊 对不对 一定需要韩国瑜吗 不需要吧 对不对 所以你要把 国民党表现的好坏 跟监督执政党的能耐 硬是要去扯到韩国瑜身上 你要小心哦 因为这种说法跟这种言行举止 跟洪森汉有点像哦 要注意哦 好那再第二个你说周万来 这个东西倒是可以讨论 你今天要讨论结果是说 如何去沟通清楚 比如说周万来 在要提出他的说法跟版本之前 是不是可以先跟国民党党团进行沟通 我觉得这合理啊 但是周万来要背询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啊 那你要沟通那你当然也可以有人去找他沟通啊 你不能说周万来一定要主动来跟我们沟通 周万来的身份怎么跟你沟通 周万来又不是政务官 我的意思说他不是政治型人物嘛 他是偏事务官那一类型的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部分你当然你可以自己去跟他邀请啊 去跟他请医院去跟他讨论啊 对不对那你说横向沟通可以加强 这是我是可以认可的嘛 但不至于说因为周万来讲这句话 然后被民进党卡扛 不是啦那我问一件事情好了啦 韩国瑜是不是有提环台高铁 有 这边和江启臣共提环岛高铁和潮案 国道六号嘛 对 对不对那请问陈建仁有没有同意 有 陈建仁同意 对不对 那包括相关的行政团队有没有同意 有 大家都同意 那请问一下民进党有没有反对 有 那民进党要不要去跟这陈建仁讲说 你怎么站在我同一边 那民进党有没有打了吓吓叫 有嘛 所以这到底是国民党的问题还没讲的问题 为什么民进党满意度第一 所以不要怪东怪西嘛 这是个人的问题嘛 即便他讲出这些话 你有你的论述能力 你有你的能耐 照样可以把他打领回去嘛 但回过头来 为什么我要一开始要跟大家讲韩国瑜的民调 如果韩国瑜的民调是最高 那代表一件事情哦 比民进党还高代表一件事情哦 他决定做对了什么嘛 他一定做对了什么事情嘛 而做对了这件事情 不关于蓝的 或绿的 或者是白的 而是因为他站在人民这边 所以国民党要思考清楚一件事情 到底怎么样你才可以获得最大公元素 因为你今天你的基本盘 是比民进党来得好哦 民进党紧绷 他的maxima就是四成哦 但你国民党 今天每个人都不敢骂柯文哲 每个人都跟柯文哲那么好 代表你要抢柯文哲的票嘛 对不对我不需要嘛 我可以讲实话嘛 但你们要票嘛 你们要小草支持度嘛 但你们要小草支持度的状况下 那我访问一件事情 奇怪了耶 那小草理论上来讲你又没得罪他 他们投票的时候有投给你 但为什么最后满意度开出来 人家就是不要支持你 代表小草对你是没有偏见的哦 那就是个人表现 跟整个党团言行举止的问题啦 代表说他们觉得在监督执政党 这一块表现的并不如预期嘛 那请问一下我刚刚论述了这么多个点 哪一个跟韩国瑜有关 今天不是说韩国瑜做的好 韩国瑜做的中立 韩国瑜他也照样修理洪生案啊 不也是吗 他不一样把总统处长给垫了吗 该处理的时候该做的时候 他哪一条没做了 对不对 重点是什么 你要如何让韩国瑜站在你这边你知道吗 你要站在民意这边嘛 你只要站在民气可用这边 所有人都会成为你的助力嘛 但你如果站在民意的对立面 做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 自然而然所有的声音都会反对着你嘛 所以以洪生汗为戒 以吴思瑶为戒 看看他们两个 你就知道 玩反方向做 怎么做就对了嘛 原来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帮助入睡 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是国家认证AB克菲尔益生菌 含七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 能产生GABA色胺酸等助棉因子 难怪吃了更快入睡夜睡得更好 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也是台湾市场上唯一添加 克菲尔乳感菌M1的产品 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记转 对季节敏感调整体质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还有这只还添加被称为超级食物的 羽衣甘蓝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 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 β胡萝卜素 维生素K 维生素C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 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专利制成 无塑化剂 无重金属 无人工添加物 无410项农药 无香料调味剂 无防腐剂 无色素 七大保证 七大认证 觉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点购下单 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potent社能辩合 优优独owi 祂看 祂看 鲜 地 Frauen 水 鱼 身 被 美